即將在4月1號正式掛牌上市的新高股息ETF 叫做00940募集完畢了 金管會也已經證實募集的資金超過了1700億元 昨天估計應該有1750億元 正式凌駕了00929 目前進入了台股高股息的五虎降 什麼的概念呢 目前高股息大概規模最大是00562728億元 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才有這樣的規模 00940只花了五天的時間 但問題來了 它對於台北股市造什麼樣的連鎖效應呢 我們把00940前十大成分股全部攤出來看 投信或者市場的資金已經開始在追價了 今天紅通通的一片 博健老師我們要請你上台來 很明顯光是00940大標上上去 就是已經造成了嚴重的資金排擠效應了 現在盤面上如果資金全部倒到這裡來 我的AI怎麼辦 這兩個我現在空手要選誰呢 第一個短線你當然選高股息 這沒話講1700億的錢 至少要分個三五天才能買完對不對 那表示這些股票短線不會跌嘛 那你看其他的只要沒有錢進來 今天要被外資K下去對不對 那表示什麼你短線買別的 大概跌的命運機率比較高啊 所以對操作者而言 極短線我當然我往高股息選嘛 那AI概念或是其他好的股票 我倒覺得啦 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當然惠池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你看很多東西有他的原因 中間又有一個空窗期對不對 所以這些個股你不如讓他籌碼稍微沉澱一下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來看 現在目前整個盤其實蠻有趣 就是說天差地別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原因 在第一個 你看外資為什麼不買 台幣創了四個月的低點 台幣真的這一波很弱 對 但表示一件事 外資根本不想買啊 那外資為什麼不想買 第一個美元最近比較強對不對 再來 電子股漲多了也是一個原因嘛 所以台幣短線創四個月低 代表說後面外資的賣壓 有沒有可能再變大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只是說現在你被投信撐在那裡 這些新的韭菜進來撐在那邊 大家會覺得好像指數跌不太下來 確實沒有錯啦 可是你看 納斯達克跟肺半也是一樣嘛 也都沒有再過高嘛 尤其是昨天晚上的這個 輝達的這個大會 欸 美超圍也跌 對不對 然後納斯達克跟肺半在這裡 又有點開高走低 那就代表說 AI的東西在這裡似乎有點什麼 利多實現 我不要說利多出境嘛 那大盤呢 兩萬點這個壓力短線一定過不去啦 因為現在的量已經沒有辦法再衝出五千八甚至六千對不對 所以多頭很關鍵你要守住這個點 一九六三零 我看一下一九六三零是什麼點 一九六三零就是缺口 你有沒有發現 他就是這個型態 這幾天很厲害喔 對這幾天就是靠ETF守住嘛 那到月底之前我判斷 這個盤還是在這裡震 可是四月份你就要小心什麼 萬一上不去 他有沒有可能下來 就會變成這樣 那如果假設啦 盤到月底對不對 四月真的上不去下來 那是不是變成這一區都套牢 這就是一個大的問題嘛 所以目前來講 月底之前你不用想太多 可是你要去調整你的個股 好那大盤至少要出五千億的量 才有辦法再供兩萬點 這是後面看 所以剛才就講嘛 四月才是什麼 多空的這個關鍵 哇好緊張喔 除了這個禮拜之外 就剩下下個禮拜了 不用緊張啦 你到時候看你就知道說 資金往哪裡跑 我們再來做判斷就可以 那短線的盤面就是很有趣 就是剛才講的嘛 ETF的買盤去排擠到AI跟高價股 尤其是這些高價股 比較麻煩是什麼 高價股代表是高成長 高本益比的天花板 對你天花板都塌下來 你後面如果沒有新的買盤 其他股票會不會掉下來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嘛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輝達的GTC大會 可是AI股你去看看到今天為止 似乎已經沒有再過高的股票了 最強的這一波在誰在散熱嘛 雙紅就跟安國的命運一樣 安國是融券回補完股價就掉下來了 這件事情是你預料之中的吧 大家都是這樣猜啦 那也確實你看 你看喔 其實我們如果把AI的這些股票拿出來看 比如說第一個伺服器 伺服器裡面的圍影跟窗戶是比較後面建高 但是也掉下來了 那最早的這個偽創跟廣達都不會漲了嘛 好再來散熱到這兩天還有創高的雙紅 可是就沒有 另外PCB誰 台光電金像電台藥也沒有辦法再創高了嘛 所以你就這整個AI比較強的組織 來看確實啊 他們都告訴你這個GTC大會 好像就是最後的煙火嘛 好 那另外一個是說 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什麼 雖然高股息的ETF的股票你不敢買對不對 可是買盤有轉向什麼 高值利率的股票 因為最近陸續是很多公司公佈 對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的營建股 似乎有點不一樣 對 對不對 當然不是因為加一一瓶漲到35萬嘛 都是台積電啊 對都是台積電 可是我覺得營建股 很多公司公佈出來的這個獲利跟股利 它讓你覺得 為什麼這高股息ETF不選他 那他們不選他 我們來買啊 所以現在他變成金字招牌了 對 現在高值利率股反而OK 他有買盤 不管是不是高股息的ETF成分股 沒有關係 只要是高值率就吸金 對 那另外一個是你看軍工挺很久的 最近這個在講說 是不是潛建國哨七台一次照完的話 你看買盤回來軍工 那至少他有引導一部分 從AI高股息撤出來資金到哪裡 到低基期的股票嘛 那再一個是說 這一組也要觀察 這一組有沒有可能到月底就停了 就是電價相關的 你看台電漲電價還有一些美國需求帶動什麼 重電在創高 會嗎 會起到三月底嗎 有可能到月底什麼月底做帳啊 然後結帳了嘛 你看四電到今天還在創高嗎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重電股好了 你看四電到今天創高 這個量價結構我們問題 問題不大 你看前面的大量後面還能夠有量在往上推 那只是說我這個短線跟五日線稍微有點乖 你不要追高了 可是重電最重要是在誰 華城 對不對 華城在702之後 哇 又被處置了 一天到晚被關 這比較麻煩 看一下盤中的分時 看華城的分時 這一次的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間距比較大 這是20分 啊 那就比較麻煩了 20分就比較麻煩 你現在下單 20分鐘之後 你才知道你買到多少錢 對 而且20分又在相對的高檔 對於這些被處置的股票來講 跌的機率比較高 跌的機率 對跌的機率會比較高 因為你要想 他是高價股 他又被20分分盤 代表什麼 這個資金要進來比較難嘛 資金要進來比較難 他就比較容易被地心引力吸下來 對不對 所以當華城漲不動的時候 這個四電跟中興電 我看一下中興電 中興電反而還有補漲的契機 因為中興電你看 這邊沒有上去 對不對 那四電跟華城在上面 他反而未來的兩天 你可以觀察 有沒有機會來充兩百塊的關卡 這個是重電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如果在接下來 ETF的買盤 還有機會再推薦一些 跟相關的成分股 ETF的成分股看誰 我覺得ETF成分股 如果你不要那種波動非常大 而且又有一點流動性的 比如像群光 瑞宜中美金 新普跟新像 我覺得可以 還是可以跟著做 還是可以跟著做 短線還是可以跟著做 比如說你看群光 你看群光的股價 他其實他不是那種 每天都噴出的嘛 他就慢慢推慢慢推對不對 推到最後 你就是抓到下禮拜二 或禮拜一的時間點 你就要記得要下車嘛 那他是不是都沿著五日線走 你看縱使有開低 縱使有開低 都在五日線之上啊 所以沿著五日均線 對就沿著五日均線做嘛 那你像這個瑞宜 我們看一下瑞宜 瑞宜也是啊 瑞宜是到十日均線 買盤就進來了 而且其實如果以激期的角度 瑞宜才剛漲上來沒多久 是 這個反而我覺得他的空間會更大 中美金呢 中美金的話 今天拉了一根中堂 那中美金一樣 前面要死不活對不對 那這幾天開始比較活潑 為什麼 這就進來卡位啦 因為00940大概應該最快是今天 再來就是明天嘛 所以對中美金來說 今天有可能一些卡位的買盤進來 可是有沒有可能只長這樣 不可能嘛 後面一定還有高點 好 新普 好 新普的話一樣嘛 這裡震盪比較大對不對 可是這有沒有妨礙ETF進來買 ETF不會看到前面有一根跌停 我不買嘛 他還是照著他的步調買嘛 所以反而有機會再過前高 去年配息買一送一的 新向 好 新向就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新向如果你以資金換算 張數的話 很有可能大概五千張左右的買盤 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了 你就是他大概一天成交 大概兩到三千 可能兩天就買完 這個就要去觀察一下 投信 你就看如果投信 哪一天買變少了 那個有可能就是快要買完了 好 他們都排擠到了AI AI好委屈 AI有戲的是誰 被排擠有沒有機會回來 我覺得AI目前應該是整個族群 他是輪流在震盪 他你應該是以區間來操作 我覺得現階段最重要是AI 我們以伺服器來看 先看廣達跟維穎好了 你看廣達跟維穎 第一個投信沒買對不對 投信沒買代表什麼 投信短線對他們不感興趣 那你看廣達 廣達他就是一個大的區間在震盪對不對 所以接近區間的上緣 你應該是佔賣方 打下來240 240以下佔買方 至少你知道 他提前第二季之後 開始會變好嘛 那下檔支撐一定會出來 那你像圍影的部分 圍影是短線做了一個投下來對不對 可是一樣啊 他還打到支撐啊 你就是接近2000塊或接近季線的地方 這裡就是一個買點 這個是在伺服器的這個區塊 有窗湖 窗湖的話 窗湖一樣 你看窗湖這一波 AI那個伺服器滑軌的 對 他也是打到1200這附近 這裡已經回穩了 回穩我判斷應該是有可能在下打第二隻腳 就是在這邊繼續震盪 那就接近1200買 都不要追高了 因為這個目前喔 我認為沒有新的資金的動能 可以把他們推上去 那我問你這個反彈 手中持有的到底該賣還是該保 好 如果你套在上面 我會建議你上來你先做一次解套 然後下來呢 你也不要怕 對 就再把它接回來 那你就等 等到第二季 我覺得大概是季中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看到廣達這些營收出來 對不對 你就順次再進來跟著做 瞭解 好 就是川湖 立望 好 在IP的部分 這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來看立望跟四星KY 你看立望今天還什麼 創波段的新跌 對不對 繼續跌嘛 那這就代表一件事嘛 到今天為止 他還沒有出現明顯的止跌訊號 這代表說 現在IP股本益比被下修的狀況 在持續 那就是什麼 你操作上你應該要避開這個族群 那股王四星呢 一樣啊 今天也還在創新低嘛 而且今天還是最大 但今天有個好處喔 今天是波段最大量 代表什麼 停損單出來了 而且今天打到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應該是已經到季線以下 或半年線以下 半年線 對已經到半年線了嘛 正常來講 你一個多頭打到半年線 都有點超跌了 那今天又出最大量對不對 我覺得明後天就可以開始觀察 四星有沒有多頭有沒有機會在這裡準備要反攻 好最後你剛剛提到高股息的ETF 有機會把目光吸引到一些高殖利率概念股 哪些有機會 我們來看兩檔引建股 一個是賣房子的 一個是蓋房子的 你看海月喔 海月今年要配七塊 現在的殖利率九點八 明軒今年要配三塊半 現在股價四十塊 殖利率多少 大概十趴 如果以昨天收盤加算 就是大概十八 這種我們只是想要賺一波他的波段對不對 賺一波大家關心他殖利率的波段 你其實以他們的 祝好我問你嘛 你覺得今年房市熱不熱 熱 還是熱嘛 對不對還是熱嘛 那你像海月他在做代銷的 生意會不會好 不會差嘛 那明軒在淡海那邊 那一塊地也還沒賣完 還有新的 所以如果我比較持平講 我看整年度的這個基本面 其實引建股不會差 差在哪裡 差在政府要打房 對不對 他為了選票 他只能說什麼 我們要想辦法 這個把油資引導離開房市 對不對 他只能這樣講嘛 所以我意思是說 搭新資肚民房市都很好 可是呢 引建股為什麼不會漲 就是因為有這股壓抑的力道 可是你現在大家回頭 回過頭來看 高股息的ETF 漲成這樣 股票漲成這樣 這高值利率都不會漲 這有天理嗎 回過頭你就會覺得 這些不會太差嘛 可是我們看一下股價走勢 其實這兩天就開始在反應了 對不對 那海月你不要追高 你沿著五日線做 至少這個多頭有沒有結束 沒有 那你看明軒 明軒更倒楣啊 這前面還跌 然後慢慢地爬上來 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 他也好不容易才過了 這個高點 這個才代表什麼 代表說 這一個階段剛突破 要準備邁入新的階段 那你看下面的成交量 這個市場都還沒有明顯進來 感受到嘛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 反而你可以去留意 是 另外剛才講到軍工對不對 看龍德造船 最強 上來對不對 好 年限不要追 可是打回來 可不可以接 可以 為什麼 時間拉長一點 他這個 已經至少打出一個底線 那我覺得 以業績最好來看是誰 是祝龍 是 看一下祝龍 祝龍算是軍工股裡面高價股 你看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清掉 也還要在年限之下 對 在年限之下 可是至少啦 他打出雙底 而且軍縣有沒有糾結 有 OK 那這個跟飛機相關的 這個今年業績都還是很好 我覺得這個族群 你也是可以來做留意 了解 好 謝謝伯介老師 請回座了 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談談面板產業 好久沒有講面板 為什麼最近談面板 因為包括了群創 包括了彩晶 最近陸續傳出了 財源的消息 但是去年還記得嗎 美國的高科技產業 開始裁員的時候 似乎就是產業的 反轉時機到了 所以這一波的面板裁員 是還在等東風 還是有機會判到 反轉時機到了 休息一下 進周告訴您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